那就是青藏高 2009年赵本山抛下老搭档 带领徒弟小沈阳和鸭蛋登上春晚的舞台 鸭蛋这么一个瘦小的女孩 凭借其极具爆发力的嗓音一夜暴风 除了鸭蛋的走火 小沈阳也因其娘里娘气的风格 名字也是传遍了全国大江南北 我还是没有 而千番利尽 两个人的名气也是急软直下 宋小宝离鸭小沈阳成一哥 鸭蛋从顶流沦为网红 试图不合传闻频出 甚至有网友爆料 小沈阳早已离开本山传媒 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让一夜暴风的小沈阳迅速陨落 其实在小沈阳出名前 她的生活十分不尽如人意 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 家里贫穷 常常吃不饱饭 更别说上学了 眼看着学业无望 父母也只能为孩子想别的路 最终决定送小沈阳去学习二人转 当时二人转属于下九流 学二人转虽然能有一技之长 养家糊口 但仍旧会被很多人看不起 那时的二人转学费 需要一千元 父母东拼西凑之下 也只拿出了七百元 将小沈阳送去剧团学习 这属于欠费学习 其中的心理压力已然不必多说 在最穷的时候 吃不饱饭还是小事 晚上睡大街都是常用的事 因此没少受到社会的毒打 学成之后 小沈阳开始在剧团工作 面对她台下的客人 尽管她唱跳卖力 但无论怎样都活不起来 甚至还在台上被客人灌酒 最多的一次喝了吐吐了喝 一晚上喝了三十多瓶啤酒 台下仍旧会有客人大喊 不过是个卖唱的 你喝她的不喝我的 是不是看不起我 小心找人来砸你的肠子 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 小沈阳才一步步成长到今天 直到在爆红之后 接受采访时 小沈阳仍表示 那是一辈子都不愿意再想起的往事 也正是在经历一番的侮辱与打击之后 小沈阳开始认真规划自己的路线 在一次演出时 用女装来装扮自己 活脱脱地玩起了反串 男扮女装带着些许的扭捏与娇羞 一下子抓住了台下观众的猎奇心理 这下小沈阳才真真正正地有了名气 在舞台上能够游刃有余 挥洒自如 也因为反串的成功 吸引到了来观看演出的赵本山 两人相见恨晚 在2006年 赵本山正式收小沈阳为弟子 在收头的第二年 小沈阳就已经和赵本山搭档 到处表演节目 放在一般的弟子 这可是想都不敢想的 由此可见 赵本山对小沈阳的宠爱 非同一般 2009年 赵本山抛下原来的老搭档 带着新人小沈阳和鸭蛋 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凭借着微俏的兰花纸和苏格兰群 小沈阳一夜暴风 那句台词至今仍是经典 被全国上下争相模仿 由此之后 小沈阳真正迎来了 他的开挂人生 走到台下 采访的记者不计其数 齐刷刷打围着这个 在春晚大放异彩的少年 也许就是在功成名就的那一苗 小沈阳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之后的那一年 小沈阳不仅到处 开个人专场的演唱会 一年之内就跑了国内70多个城市 还收到了张艺谋的邀约 张艺谋可是国际数得上的大导演 这都亲自来请小沈阳去演戏 在这种奉迎的日子中久了 毫无意外小沈阳飘了 在小沈阳洋洋自得的时候 赵本山也出来劝阻 要韬光养晦学会沉淀 然而处在风口的小沈阳 根本听不尽这些 一头钻进欲望的场合里 无论是电影还是综艺 只要给钱的小沈阳绝不推脱 然而意外的是 张艺谋的三枪派案惊奇扑接了 小沈阳并没有在演员这条路上大火特火 但他耍大牌的消息越来越多了 在片场 只要有人叫一声小沈阳老师 他立马就会翘起二郎腿瞪眼 依赴目空一切的样子 曾经那个在舞台上 喝了三十多瓶啤酒 拍卖力表演的人 变成了没有掌声 坚决不上台的人 那时的小沈阳沉寂在名利场里 根本顾不上名气的消耗 正如赵本山说 他肚子淋了点东西早就被掏空了 奔想在影视小品遍地开花的人 在获得两次最令人失望演员奖之后 小沈阳的人气逐渐降到冰点 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 小沈阳音讯全无 泯然众人仪 也是这两年 在演员三的舞台上 小沈阳才重回大家的誓言 当被问还会不会演小品 他这样说道 但有热心的网友发现 小沈阳的微博认证 已经从赵本山徒弟变成了艺人 难道真如外界所说 小沈阳这几年的悄无声息 是被赵本山封杀 面对外界的留言纷纷 小沈阳最终还是出来解释 认证不是自己能决定的 如果我能控制 就把认证变成全国第一帅哥 虽然是调侃幽默地解释了此事 但还是有人发现 他的经济公司 已经从本山传媒 变成了小沈阳工作室 这不是单费还能是什么 说起来小生匿迹 同样因小品不差钱 一夜成名的鸭蛋 也已经渐渐消失在舞台上 二人转演员 命运都有太多的相似 大多都是因为家里穷 才去学艺 鸭蛋的演出费 不仅要顾着自己的吃穿 更多的还是给家里还债 当然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 生活也越来越好 在赵本山的主持和正婚之下 和本山传媒的另一名演员 王金龙结婚 可结婚之后的鸭蛋 无论是名气还是曝光率 都是断崖式的下跌 直到王金龙在直播中 无意间透露出 自己已经是鸭蛋的前夫 大家才对这件事情 有所了解 要知道 赵本山是从穷苦人家 一路走到今天 他看中家庭和谐 比什么都重要 而如今再次成婚的鸭蛋 不仅没有了赵本山的主持 甚至没有一个赵家班的同事们 前来祝贺 其中曲折明眼人 一看便知 在喜剧小品界 没有太大建树的他 开始转行做导演 并有了自己的处女座 扶摸技工 当然 不出意外的全是差评 如今的鸭蛋已经喜趣浮华 也不再提起 那些一夜成名的旧事 开始创立自己的品牌 在直播平台买自己的产品 仿佛已经找到了 自己最好的生活状态 同样是赵本山徒弟 宋小宝就比他们两个 要发展得更好 在出名之前 他从来就没有登上过 更大的舞台 只是在剧场经历演出 做好沉淀 经历多年的埋没之后 凭一句海艳娜 你可长点心吧 这位咖啡 才被广大观众们熟知 与小沈阳不同的是 在宋小宝火遍全国之前 几乎没有人知道 他是赵本山的弟子 没有赵家班的光环加持 宋小宝完全可以说 视频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走到今天 可在成名之后 他同样有了不一样的声音 不仅被嘲笑长相丑陋 还被曝出轨女粉丝 并且长达三年 在舆论的持续发酵之下 宋小宝听取赵本山的建议 休养声息沉淀下来 果然 事情过去之后 宋小宝再出来 仍旧是那个受人欢迎的咖啡 并且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八财日记》 在赵本山的力挺之下 自然收获了不少的好评 可他很清楚自己的定位 几乎不怎么参加综艺节目 一直都保留好自己的神秘度 随时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作品 其实 无论是宋小宝还是小沈阳 亦或是已经退出舞台的鸭蛋 三人都是很好的喜剧苗子 只是相比较之下 小沈阳和鸭蛋的成名 来得太过容易 没有前妻的蛰伏和沉淀 就像盖房子一样 没有打好地基 就已经是高楼大厦 如果此时还做不到韬光养晦 休养自己 那呈现给外人的 只能是眼见你高楼齐 眼见你高楼塌 在浮华中忘记自己的身份 正如小沈阳和张艺谋一般 张艺谋不会因为你小品眼的好 就来找你拍电影 更大一部分原因 还是有赵本山徒弟 这个光环的加持 可惜当时的他 被名利场寻住了眼 已经无法通过现象 看到本质 尽管当时小沈阳被很多人看好 或将成为下一个小品王 但最终还是在人群中 变成普通人 单照本山 吞出舞台是真的 一天接一天的老去 也是真的 那下一个小品王 会是谁呢 是重回舞台的小沈阳 还是已经打磨圆润的宋小宝 视频天的你 更看好谁呢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共同讨论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